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到你笑 备暗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时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游乐吧 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备暗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时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九天使命真君 我们的佛教叫什么 念一下 奸哉菩萨 一心恭贺 奸哉菩萨 圣诞快乐 那这个奸哉菩萨的形象就按照 大陆河南少林寺 因为这个故事还是讲一遍好吧 因为少林寺那时候被地方的这些盗贼 进宫 要把他灭掉 那时候所有出家人都很紧张 那个时候在厨房有一个叫火头呼 那火头呼是他什么字都不懂 但是呢 虽然他想他出家 他每天就在那边负责煮饭 烧火 但是看到整个少林寺要被灭掉 这个火头呼啊 他就发怨 自己跳到大火里面 他说啊 如果我用我的生命奉献给少林寺 希望我死了以后变成一个大罗刹 把那些盗贼赶出去 结果他真的跳进去以后啊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全身都是火的 我们叫火神君 就这样 现在的形象叫赵公 然后他就站在松山少林寺 一只脚站在山上 一只脚站在山上 那些盗贼吓坏了 全部跑掉 所以后来呢 邵灵寺呢 那个时候邵灵寺的住持 护法本来是观圣帝君 齐兰菩萨 但是因为齐兰菩萨看到少林寺 已经有最大的护法 那齐兰菩萨就跑掉了 所以大家一回来看 齐兰菩萨的殿已经没有观光了 后来呢就按照这一位火头夫全身冒火 站在山上的形象 做了一尊叫奸灾菩萨 那现在几乎新加坡 只要华人的寺庙的厨房 一定有这一尊 三个眼睛身上冒火的奸灾菩萨 那当然我们华人的传统拜的是赵公 那赵公是另外一个形象 赵公我们叫恩祖公 恩祖公就是观公啊 岳飞啊 赵公啊 李春阳祖师啊 还有一位王灵官啊 叫五恩祖 这个你们知不知道 拜鬼干嘛不知道 这个五恩祖就代表 对我们在家菩萨 在家里这五位 就在守护我们家里的 金钱啊 健康啊 财产啊 家庭啊 那事实上这个五恩祖在佛教里面 那都是五方如来的四线 所以佛菩萨会配合当地众生的文化 人类的需要 来视线各种的形象照顾我们 照顾我们 所以就是佛菩萨的悲心啊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甘露失实 为什么要失实 那叫众生好苦 因为太阳一出来 这些孤魂野鬼啊 身上就变成像吸血鬼一样 太阳一晒他全身都冒火 脱皮很痛苦 然后呢各位看到这个海水 好像蛮漂亮 但是在海水上面有一种鬼 叫什么 念一下海除鬼 海除鬼 它就是每个人都站在大海 然后他认为整个世界 只有他一个众生站在那边 白天被太阳晒 然后呢脚底被盐酸 就是盐水一直烧烤 然后呢动也不能动 一站要占一百七十万年 所以太阳晒 盐酸烤 肚子饿 想家人 各位你想想看 你爱了儿子 回家以后他不见了 被绑架了 你会哭一辈子 他们那种心态啊 哭一辈子 心里痛 身体痛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各位你看到海边这个石头 沙 每一个沙里面就有多一个孤独鬼 直到这个沙 从大石头变成小沙 最后裂开 它才有自由的那一天 如果你想到这个 你不会去踏沙 如果你想到这个 你不会玩海水 所以 而且水中里面 这些小动物更可怜 大吃小 小吃大 因为不断的在 这个叫食物链 非常痛苦 最好在水中里面 念一下海中龙王 守护众生 所以这个龙王就说了 如果有人去杀这个龙主 就是鱼啊虾啊 龙王就会生气 所以 因为龙王都是佛菩萨事件 他要去守护这些可怜的海中动物 但是现在 这些龙主最大的敌人是谁啊 人类 人类的科技 所以在我们传统的 佛教 道教里面有个孙真人 这位孙真人 他是 他是个修行人 但是他认为 世间的人生病 病的药室 他修行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 他要找出 帮助所有人生病的药 为这个再修 全真教 就是出家了 不理头法 他们是全真教 不理头法出家的 为了追求这个 但是有一天他在路边走的时候 看到有一只大的鲤鱼被抓到了 那全部人都在讨价还价 这么肥哦 搞不好怀孕了 抓回去吃多好 那个时候这位孙真人 真就是全真教 他看到的情况 他身上 所有的钱 本来要吃饭的 走路的 全部拿出来 求啊 求他们 卖鱼的不要卖给他们 因为他知道卖给他们 这些鱼马上就被杀掉了 他求他们了 然后那个卖鱼的人 感动了 好吧 卖给你吧 卖给你他想说 哇这个人买了这鱼 要去抓去吃了 他通通通通 跑到没人的地方 就给他丢在下 丢下去 丢下去 那个当天晚上就做梦了 海龙王来找他了 他说 哎哟你这个修行人啊 好在你救我的儿子 各位你吃的一只螃蟹龙虾 都是龙王的儿子 我们叫龙主眷属 龙有天龙 海龙地龙 像我们昨天念奇语与鬼啊 就有九龙土水 各位知道九龙土水吗 希达多 火头一伸出来的时候 就有九龙土水 所以我们在念奇语与鬼的 这九只龙就会出现在 新加坡的天空 昨天有没有淋到水啊 那是御佛呢 消业障 那这九只龙也会到澳洲去吐水 所以澳洲就会大雨 但是各位修的还不够 因为大雨持续一个月 后面三个月又是干旱季又来了 所以慈悲不能间断 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意思 所以这个海龙王就请了这位孙真人 晚上的时候请他进龙宫 龙宫很重要啊 各位 没有龙我们现在看不到大乘经典 很多经理论看不见 释迦牟尼佛到天上讲《华言经》 那个时候世间没有一个罗汉听到 没有 那这个《华言经》 《诸佛名号神咒灭罪经》 这两部一个是显一个是密 没有这个《诸佛名号神咒灭罪》 这个世间罪业消不了 所以但是这两部经 包括后面讲的《大博人经》 都是龙王守护在龙宫 一直等到因缘具足龙树菩萨下龙宫 所以龙王功德大不大 守护了佛教的法杖 所有佛教的重要大乘的法杖 都是龙王在守护 甚至有些叫福藏 有些在岩石 有些在空中 有些在水里面 但是龙王最大的痛苦 就看到我们在海里面杀身 在那边伤害到他们 破坏到海水的水质 所以我想我们到海边来 我要各位念下来 善师如母众 男忍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所以各位最好你在海边打坐到会哭啊 不要在那边欣赏 因为这个世间像一个屠宰场 能看到我们的爸爸妈妈 在那边受虐待被伤害 也不要在这个世间 找任何的名利的快乐 如果你在这个世间找快乐 那就要颠倒梦想 因为这个世间是极苦的世间 作为一个菩萨 我们只能受苦 在受苦里面去了解众生苦 这叫比丘总带三分病 菩萨永带众生苦 众生病和菩萨病 就像你的儿女生病 做爸爸妈妈的心里苦的不得了 苦的不得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世间最大的痛苦 你都要去领受身体的痛苦 心情的痛苦 甚至女人最怕是感情失去的痛苦 这些你最好都放在心里面 而且当别人给你痛苦的时候 你要感谢对方 因为没有这个苦 你不可能成佛 没有这个苦 你不能消业障 所以没有这个苦 你不能破我质 所以当然我们等一下就放生 各位可能会觉得好快乐 因为那是一种慈悲的快乐 所以想到那些鱼的苦 而生起悲心 用行动去帮助它 变成菩提心 专心的做 无所求的变成空性 要很认真的把一切法 都转为佛法 所以就算癌症来了 那我在消业障 我在带众生苦 我在消除对身体的执着 我要放下世间的爱恨别离的 爱别离苦 我要去体悟众生的苦 所以 因为各位 我们在做甘露诗时 如果你没有生起 这样的一个 体悟众生苦的悲心 你在念的时候 就变成念一次念两次 念到背下来 对你都没意义 不是吗 因为你没有一直生起 强烈的背心 前面多了一阵 念一下 这叫观音菩萨的眼泪 一个眼泪流出白度母 一个眼泪流出绿度母 所以当你哭的时候 你要马上想 众生好苦 不管你为什么事情哭 当你哭得很伤心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哭 转回观音的眼泪 因为他们很苦 不管感情上 金钱上 不管任何的痛苦 你要马上转化 如果你没有转化 你不白哭了吗 所以 当然站在佛教里面 苦是佛法的真理 没有苦 没有人会学佛 有苦才有阿罗汉 有苦才有人发起悲心 而成就菩萨道 有苦才能够成佛 所以千万不要怕痛苦来 最好演练一下 你每个月要跟你老公讲一次 一个月你要跟我讲一次离婚 让我苦一个礼拜 快自杀了 你要说演完戏了 然后 你每天要死一次 活一次 死一次 你修行真的要这样修 你不要一直 享受那种 我要追求平静的快乐 或是不发生变化无常的快乐 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修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直在找痛苦 找痛苦 因为这是一个祝缘 如果你不能够领受 所有众生的苦 你不可能成佛 而且释迦牟尼佛是用真正的身心 完全跟他合为一体的 百分之一百的领受他的痛苦 因为你没有这个苦 就像一个男人 叫你去装怀孕 然后让你去生小孩 你会哭死 然后你才会去爱你的太太 这个开玩笑 为了我 然后你就不会去搞外遇 你有听到吗 因为他为你生小孩那种苦 不是人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意念对方的苦 那你只会觉得我好无量 我要去外面风流风流 因为 但是你不知道那种苦 不是生小孩子的苦 或是让一个人去爱上你那种执着的痛苦 那真的是他可以自杀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也要我们领受所有的苦 地狱的苦 恶鬼的苦 所以 刚刚我提的是 三十六部鬼里面的一种鬼 叫海除鬼的苦而已 每一个杀是个孤独鬼 所以 每一只鱼 像我们今天要救的鱼 有四千三百七十五只 总共一千两百八十七公斤 然后呢 刚刚我问我们 小先生 他说一公斤十四块半 一公斤大概有四只鱼 将近 所以每一只鱼四块多 新加坡钱 所以各位 每天存五块钱好不好 救一个生命 活跳跳 活跳跳的声音 而且这个银苍鱼很可怜 他嘴巴很小 他只能吃吃海藻 真的没办法吃吃死掉的东西 他不会去吃火 他嘴巴那么小 而且 没办法放到大海里面以后 希望他恢复他先天的记忆 赶快成群结队去找食物 所以你要去思维 就像你把儿子丢到大海 他哪有饭吃 他开始要晒太阳了 所以 你要去一直思维他的苦 虽然我们暂时给他放生 但是呢他的痛苦要开始了 找不到食物 互相保护 被追杀 他不知道习不习惯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就生起一个悲心 人类的悲心 那么不断的不间断 你不见得有整个奇语以轨把它念完 但是你有一个背心 不管 不管澳洲也好 任何地方缺水的地方 任何地方有火的地方 任何地方寒冷的地方 任何地方饥饿的地方 也愿他们都离苦 所以各位最好学取地藏王菩萨 每天早上睡醒 叫入 恒河沙定 什么叫恒河沙 这个世间有恒沙的众生在受苦 所以他每天早上 要进入这种恒河打背心的 去永不退转的 直到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 然后他方成佛道 可以成佛的 但是他宁可舍弃成佛的这种喜悦 完全在领受众生苦 因为他答应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 涅槃到弥勒菩萨 出生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那么第三王菩萨 永在地狱受苦 所以这样来形容他领受了所有众生的苦 所以这样去念地上菩萨 这样去思维众生苦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修仪轨一方面叫 体悟了诸佛菩萨这种伟大慈悲 为众生所受的苦 而成就的功德 产生了绝对的信心 而发起菩提心 一只手要拉着 疾苦疾苦的一只众生 因为苦的不得了 就像你一只腿在被大火烤焦了 另外一只腿是踏在冷气间里面 修行就是这样 又苦又乐 哪一天你要苦到苦乐平等 这个叫极尽全然接受 痛苦等于快乐 快乐也是空性 痛苦也是空性 而不能说我只要快乐不要痛苦 一只腿烤焦了 一直烤一只腿在好像很舒服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这样的状态 在这种智慧跟空性的 请忘掉自己所想要的企图的东西 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 不管你出家在家 不要有心里任何一个企图 我要干嘛 我要干嘛 当你心里有一个企图的时候 我为了我的道场 我为了我的法门 你已经舍弃众生了 所以就会造成佛教的末法现象 所以就没办法造成佛教的和谐 所以现在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用生命帮助新加坡 这样就好 当你用生命帮助新加坡的时候 你自己的事情也会承办 你不用烦恼 但是不能怀着自己的妒忌 也不要利用新加坡 所以一定要完全的融入 要融入在当地的苦 所以就像我师父常常讲的 我们出家人不要利用在家人 不要看到在家人有钱就巴巴姐姐 你失去你的佛格 何必出家 就要纯粹真心的去关心 就像我们今天要救这些鱼 你要跟这些云苍鱼融为一体 所以各位发个愿 愿从今天 敬未来尽 不吃云苍鱼 好不好 那要 我上回有一次带着很多菩萨 跟这些鱼跪下来磕头 我看我今天我不敢 因为我们吃过它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庆祝的时候 就要买一只肥肥的银藏鱼 来庆祝 三星五雷 就要有一只大大的银藏鱼 肥肥的 那过年的时候就特别贵 但是我们居然把我们自己的什么 拜祖先的快乐 求发财的快乐 建立在这些众生的痛苦上面 所以 就像昨天有个年轻人他问我说 为什么蚂蚁不能杀 只有一句话 它会痛苦 跟宗教没关系 你没想到它的痛苦 你只想到你的方便 你从来不想到它的痛苦 所以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这个跟宗教没关系 这个是人性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来救这些鱼 我们要对所有的龙族 生起了悲悯同情性 所以话又讲回来 所以孙真人 因为这个举动 小小一个举动 宁可用他所有的财产 去买这只鱼 为了救他的命 他后面的路可能都走不掉了 但是因为这样 感动了龙王 龙王给他请到龙宫 哎呀 你救了我的儿女啊 龙王 龙宫里面的黄金珠宝 要多少我都给你 但是孙真人说 我是修真人教了 修道了 不要欲望 不要财产 跟李纯阳祖师一样 所以我不要这些 那龙王说 那你要什么 你修起了吗 他说世间病人很苦 穷人很多 故事后 我只想能够帮助他们 解决一点病也好 我没有说我要修到什么 哎呀 龙王给他感动了 他说 我龙宫里面就藏了这个 药草秘籍 我等了几千年 几万年 终于等到一个 你可以用 他这个世间的人 都充满了名以利 都是自私的 我终于等到 等到一个人 可以把这本书供养你的 所以龙王就把这个药草秘籍送给孙真人 所以孙真人就现在 就按照这样 救了世间无量无边 所以现在很多的寺庙 台湾很多叫孙真人庙 大家只要生病 就在那边抽药草签 药草签 都是树的 这里面没有一块是肉了 只是有些人有信心 有些人没信心 但是因为这样 孙真人就埋怨了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当我们有机会 用自己的生命 乃至财产 去救一只小小的生命 一个可怜的老人的时候 你要觉得我福报来了 福报来了 你可能领受很大的痛苦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 甚至你替他得癌症了 但是这个就是你成就 满愿的最好的祝愿 所以 在我们台湾 就非常尊敬 孙真人的故事在佛教 那孙真人事实上是佛菩萨的化身 事实上 救度了众生 就是救度了自己 满自己愿最好的方法 所以佛教叫我们舍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各位要把心 一直想到别人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 千万不要去想别人的缺点 好吗 你摧残你自己 所以千万不要去出家人 修行人 若真修道人 不失他能过 只有想着他的苦 这就是阎罗王 这就是佛陀 这就是地掌菩萨 你杀人放火 你强奸别人 他还是为你想 所以诸佛菩萨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没有办法改造他 改变他 只能自己忏悔 而不是谴责他 而不是跟他搞对立 所以我讲了那么多 是希望我们今天大家来放生 来甘露私食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念一下 修持悲心 这一点 记住记住记住 如果你道场搞得再大 你钱再多 但是你失去了一个悲心的时候 那是最可怜的事情 我们生命最大的危机 是失去了悲心 因为我也经常在很多道场里面 看到坐在那边听电话的 收钱的 那个脸钱给他多 他就笑一点 钱给他少了 我没有看见 你是空性 然后这个道场就很悲哀了 很悲哀了 但是或许他觉得 钱多钱少 对他很重要 但是他已经失去佛法的根本了 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哀 所以哪怕我们在监狱 天天被刮 那天我回向一个 念一下 回向袁焕容 为什么要念他的名字呢 他是中国历史上 被灵尺最多刀的 三千八百多刀 在他身上 因为他是个大太监 得罪了皇帝 当时明朝的一个皇帝 然后皇帝就规定 我要杀你三千多刀 因为那时候最多是一百二十多刀 所以这个名字叫千刀 千刀万刮就从他身上来 怎么灵尺呢 那你要割他三千多刀 你知道用余线 他们用余线绑起来 绑的时候他就突出 然后慢慢割 慢慢割 割完一天 然后再让他吃点饭 那不让他饿死 然后明天再割 那割一个月 那割的时候 很多人还抢去吃 皇帝说你能不能把他吃掉啊 你们这边 大家就等在旁边割一条 大家就抢去吃 这个是中国刑法里面最可怜的一种 临尺而死 一开始是什么二十四片啊 什么三十六片啊 四十八 后来后来后来就发展到变成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各位想想看 当然这位元先生这样被刮 那各位你看你在切鱼 在切如牛肉 切粗肉 切肉丝是不是这样 现在还用机器干脆用搅的 搅成肉这样快一点 但是这些痛苦 将来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或自己儿女身上 因为造什么业 敢造什么样的小孩 所以学佛最重要 要相信因果 而且体悟众生苦 不管他是什么苦 都不能给对方苦 今天你做长官 今天你做领导 今天你做老板 你要非常非常疼惜疼惜疼惜对方 所以哪怕对方错 错的更厉害 你要去疼惜对方 所以来 各位念一下 慈悲如大海 那各位新加坡天天看海 要慈悲如大海 所以这样子的汪洋大海 就是我们的悲心 再来 信心如阳光 我们要对三宝 升起绝对的信心 永不退转的信心 再来 菩提如高山 新加坡 没什么高山 所以没有什么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 多去观想最高的山 最高的山 你们去观想大楼好了 那天我们去金沙 已经把那艘船 变成菩提法船了 多看看他们 把贪心转为菩提心 这菩提如高山 要坚固不退转 再来 智慧如虚空 什么叫虚空呢 虚空 接受一切 好的坏的 黑的白的 漂亮的 丑的 干净的 臭的 他都接受 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你千万不要说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这个叫智慧 如果你有选择 喜欢跟不喜欢 你就很痛苦 痛苦的要自杀 所以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阴阳 一男一女就是阴阳 本来就是不一样 却要合在一起 千万不要想要去改变对方 把对方成为你修行的助言 忍辱却一直爱他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很臭 忍吧 他睡觉的时候 打呼到这样 你好像跟一只猪睡觉 但是你也觉得 没有这个声音 我睡不头 所以情人眼中出西施 他怎么狗也是漂亮 但是如果你不爱他 你会说 安静也不是 安静像尸体 狗狗像猪 你总有理由嘛 什么叫 智慧如虚空 是你全然的接受一切 不分别的接受一切 爱你也好 恨你也好 你还是接受他 今天你的男朋友 如果说 我要跟你分手了 你只要讲 我永远爱你 我等你 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对我的爱负责 这就是真理 当你有这个真理的心态 你就会碰到真理的爱 你就会碰到佛陀 当你有分别的时候 你只是怕自己被受伤害 这是学佛要决定的 把自私的感情 分别的感情 变成一种无私 难忍平等的大背心 但是你要有智慧 智慧如虚空 接受一切 包容一切 不排斥一切 所以我经常喜欢被这些 再来 忍入如大地 被砍 被踩 被杀 被吐口水 被泼大便 笑笑 这个叫修行 忍入如大地 接受一切 也承载一切 也负担一切 再来 精进如大风 永远不要停 就像永远不能够离开呼吸一样 要这样的精进 精进去断恶 精进去修缮 精进去度众生 精进去慈悲 精进安住在无我的空性里面 精进去 刚刚念的慈悲心 信心 菩提心 忍入智慧 精进 所以再来 功德如树林 新加坡 每一棵树 每一棵花 都是我们的功德 你要这样想 什么样的树 就是做不一样的功德 放生 焉供 帮助老人 供养生且 忏悔 诵经念佛 虽然你发了一个正确的心 你没有功德 没有智慧的功德 没有福报的功德 你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最后才能够 来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好不好 好 所以再悲一次 慈悲如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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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被我观想 你的悲心 有没有骗一切处 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 慈悲如大海 菩提如高山 智慧如虚空 精进如风 忍入如大地 功德 功德如树林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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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你什么时候要被抛弃 不知道 今天你什么时候要被开除 不知道 但是生命是什么 佛法 菩提心 千万不要认为我被侮辱了 现在你头被砍掉了 没有 你砍的是我的肉体 没有砍到我的菩提心 今天你的总经理的位置被干掉了 没有问题 吃飞心才是我的生命 你要抓对对象 你不要抓错对象 所以 这个才是真正的 今天你爱一个女人 爱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死了 你的爱心不能死 你爱你独生子的爱 就爱全世界的众生 那就对了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爱 跟你小孩死了 你把他埋葬了 重点在于付出 而且重点不在于看到他 但是世间人的爱 他就想要抓住对方 所以很痛苦 他不能接受变化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找痛苦 我发现很多人很敢冒险 那么苦的事情你也去干 所以 但是你明明有这个 有这个丰富的感情 慈悲心 你要骗一切处的 当然 你可以以爱你儿子的方法 去爱众生 但是不是卡在儿子身上 所以你要用空性 儿子只是一个空气一样 他只是一个幻化的 暂时的存在 藉由他去爱众生 可以 藉由爱父母 孝顺父母去孝顺众生 所以我这样讲一讲 各位 不要不慈悲的 不要直接间接 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或生命 这样而已 就是我们放生的目的 我们做焉共的目的 我们做甘露事实的目的 佛教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给众生欢喜 让众生离苦 唯有这个而已 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责任 没有别的意义可言 所以就像老和尚说 我没有什么法好说 反正我说的就是吃边念佛这样的 所以 当然我们抓住重点了 我们用这样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去承担一切 不过我还在讲一次 为了要保持悲心 你永远要在受苦的状态 在苦里面生活 在苦里面你才可以用空性 不然你不想要修空性 你会把空性当做一种知识 跟人家这边变来变去 高来高去 因为太痛苦了 就像我们身体盯了几万只的盯子 然后每个盯子都烤得红红的 真苦 那那个时候你只能思维空性 没有我在受苦 一切都是幻化的 痛苦也好 身体也好 都是如换如化的 你要一直思维这个 如果你不思维这个 你就会 你会崩溃的 你会自杀的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幻化 万法必尽空 念一下 誓诸法空向 这个誓是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一切的 不管你是爱情啊 身体啊 事业啊 修行啊 寺庙啊 宗教啊 一切诸法都是空无自行的 没有一个存在的现象 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 真实的存在 都是虚幻的 就像空气一样 所以鸟飞过去了 它没有痕迹了 所以 那鸟一直一直这样 去思维这个幻化 所以 但是因为思维这个空性 生起悲心 你知道别人却不知道 众生都不知道 众生在追求有得到 所以 但是你没有苦 修学大乘佛教 如果排斥痛苦 那你会走入小乘的解脱道 所以修学大乘佛教 希望各位多到海边 都去市场 去看他们的苦 都在屠宰场 那时候你生起悲心 你会哭 你会受不了 但是那个时候 你要安住我 我只能来救他们 这个时候不能为我自己想 为我自己想 我会怕这些血 像有一次他们 带我去一个 专门在 那个死掉的尸体 把它烧一烧 然后就给它扒皮 然后做成饲料 我进去就想要吐了 然后地上踏的 都是那些骨头 然后血 然后他们的肉 被煮了变成还有肉的味道 所以 但是当然他们都 师父不要去 不要去 走吧 我走你们就要走 我走你们不走 我们继续念 念了都很痛苦 不知道吃了多少 因为那个时候 只能为他们念走 撒一点甘露水 因为他们太痛苦 连死都还在被虐待 然后再给它做成一个饲料肉松 然后再去喂他们同主的动物 这样 那这人类的想法就是赚钱 但是 但是各位我们就在那种状态 千万不要说 我跑到海边 空气很好 你不知道那尸体有多少 海出轨在那边 百千万亿晒的钥匙要火 上面火 下面炎酸 所以 那你要这样看到世间的真相 所以这个世间 不要追求快乐 过年到了 大家都信念快乐 这个快乐是代表他能够听闻佛法 不然他没办法快乐 快乐是要在这个世间里面有超越世间 所以念一下 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关怀 所以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很苦 但是我们要觉得没有个我 只有对方 但是赶快去老人院啊 去顾尾院啊 去任何地方去救苦救了 这佛教讲我们的空性悲性如莲花 长在这个五浊二世里面 不染一切 却展现一切 念一下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好 我讲这个地方 我只是告诉各位 每一次我要做甘露诗诗 做拜佛 做一个小小的读心经 我之前我都会做这些思维 因为 有这些一个正确发心的思维 叫前行 前行就是大悲心菩提心 然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就很认真的 安住在空性 不退转 最后 把这样圆满的修行的方法 回向给澳洲 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样的 哪怕你念阿弥陀佛 念奥马尼变迷奉 做个小小的阉供 修一个仪轨 你都要 每一次都保持如此 才不要浪费 你千万不要说我修一万遍了 我修两万遍了 然后完全没有修两万遍悲心的那种状况 没有两万遍菩提心的状态 那就会非常浪费 所以很谢谢各位坐在这边 听我谁谁念 谁谁念 但是没有这个对劲 我就念不出我的心态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对劲 想到众生的苦 想到鱼的苦 各位我们苦不苦啊 苦啊 苦啊 所以现在有人叫我助念 我就会这边眼睛闭起来 想着他的苦 想到自己掉掉眼泪 很苦很苦 然后我才帮他 开始做一点点助念 所以 因为我不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 甚至愿意承担对方的苦 这个助念 只会让我产生再一次的骄傲 来杀伤我自己 我很温念 我把它超度了 对我没帮助 所以每一次都是 不退初心成佛有余 每一次都在那种极苦的状态 来帮助对方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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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尽各种方法 用尽各种方法 有时候我讲电话 讲了一两个钟头 就是希望对方吃一点数位 我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希望对方 体悟到这个动 我也不能说 那我 我干脆去演讲 我干嘛跟一个人讲话 或这个人讲话 或跟他解释老半天 但是佛经教说 你不能舍弃众生 既然他不认识你 来问你这个事情了 你也看到这个问题的原因 在哪里了 你要花点时间 跟他解释 跟他观修 跟他回向 因为 我告诉跟你 找到你的都跟你有缘 甚至是你的父母子女 可能你不认识他 但是他找到你的 所以要 要用最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生起这样一个 正确的动机 发心 所以众生 你只要用一个 一个接近空性的悲心 他完全听得懂 他完全听得懂 一花一草一木都会听得懂 只要你没有不好的动机 他就听得懂 所以各位要这样去想 包括五行的众生 以一个正确的 大乘的悲心 来这样修行一天 这样就可以 等于叫 辞灾除罪 等一下 一千劫 希望所有众生 不是自己除灾 除罪 是当愿众生 消除罪业一千劫 好吗 乃至他没消除 我们来承担 他一千劫的罪业 痛苦 这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地藏菩萨 你念他的名字 你的罪业他承担 他消除你的罪业 这就是每一个佛教 施无畏者 他接受众生所有的苦难 我们要用这种大乘的心态 来修行 所以在念是 南无如舍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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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师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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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之菩萨 永远把他父母的骨 会放在头顶 一定要让他父母成佛 他才成佛 所以大师之菩萨 永远额头在放光 也因为他这样的力量 他成为大师之菩萨 也叫金刚手菩萨 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 包括地狱的洞 要把它盖起来 金刚手菩萨只要手一放 大师之菩萨脚一踏 那个三二道全部合起来 所以叫大师之菩萨 所以你想到三二道 你就念南无大师之菩萨 或是南无金刚手菩萨 但是他的咒语 那三二道就脱离痛苦 然后大师之菩萨接引他去极乐世界 所以大师之菩萨手上拿莲花 观音菩萨手上拿甘露 所以对大师之菩萨而言 每一个众生都是他头顶上的父母 对观音菩萨而言 每一个众生都是他头顶上的阿弥陀佛 所以观音菩萨宁可在这个轮回痛苦里面 带着我们念佛 替我们受苦受难 他就希望带我们去净土 最后成就他的果位 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 所以对观音菩萨来讲 每一个众生 受苦的众生 都是他头顶的佛陀 头顶的丧师 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认为你有师父 如果你认为你有丧师 请你对你丧师跟师父的想法 去对待最可怜最卑贱的人 千万不要骄傲 以自己丧师为主 看不起别人 你要尊敬各种宗教 你要尊敬各种神明 千万不要一种邪见去拜上师 这样就没有修行的意义 所以每一个佛成佛叫我们拜 他是希望我们对待众生如佛陀 尊重尘世众生如佛陀 这叫横顺众生 千万不要颠倒 这个才了解真正的佛法 把所有众生一直放在我们头顶 就像供养佛陀 供养上师 供养父母一样 那这样来念经 才有意义 好 有水的喷喷水 各位最好学我 不要懒惰 走到哪里拿一瓶水 你们可以拿小瓶一点 现在女孩子的化妆水 多小一瓶 去去去去去这样 所以 但是你就可以撒甘露 因为他们很可怜 佛陀说的 佛陀说的 只要有太阳的地方 你一定要对太阳撒水 因为这个水晶光 就可以让他们这些恶鬼 到咽口鬼的火 不会再烧他们的脸 烧他们的身体 太慈悲了 你想到这个 你每天都要撒撒水 撒在大火地狱 撒在干旱缺水的地方 撒在恶鬼城 恶鬼城 连水的名字都没听过 不要说碰到水 连水的名字 有一位罗汉 他撑阿罗汉以后 他说我想要在每一道去看 然后他就跑到恶鬼城 恶鬼城 恶鬼城是离地底 一般讲是40公里 或是160公里的地下 打开 全部被关在里面 在世间流行的 这些孤魂野鬼 还算福报的 然后他就跑到恶鬼城以后 那边没水 他想 哇 口渴了 水在哪里 他光一个念头 水在哪里 所有恶鬼都冲出来 既然听到水的名字 他们就冲出来 然后他们这些恶鬼城 你不是说有水吗 水没有 没有 我在缺水 这些恶鬼城 我们连水的名字都没听过 所以他回到佛陀身边 佛陀说 你才知道恶鬼城多痛苦 不要为了个人解脱而振阿罗汉 你要发起菩提心 你要真正去帮助众生 再来观想自己变成地上王菩萨 乃是最大尊地上王菩萨在虚空 然后全身放出蓝色的光 消除众生的夜暴苦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在你的心里面 最好有一尊 你最重养最大的观音菩萨 当你念的时候 这一尊观音菩萨就变出来 然后你最好这样观想 这一尊观音菩萨 你呢 融入于他的心里面 变成合为一体 然后身体就放光了 乃至你把这一尊观音菩萨 放在你心里也可以 有你的心里扩大到你全身 而且你的身体变成好大好大 然后再念这个观音 夜障咒的时候 你每一个毛细孔都放出白色的光 这样去观修 这个三门夜就是佛教最高的戒律 叫三门夜戒 也是一种四言戒 对着师父面前 上师面前发誓 我从现在如何如何 乃至师父交代你做的事情 你发誓永不退转 那这个四言戒最主要是为了成佛 为了圆满菩提心 所以菩萨戒在高上去叫三门夜戒 这也是密称密称的重点 把修行当作一种生命的誓愿 而不是一种学术 一种修行的喜不喜欢 所以念这个座的时候你要观想 所有众生黑黑夜障的身体都变成干净了 第二遍念成玻璃了 第三遍他们都得到诸佛菩萨誓愿的加持 他们也发起这个最大的誓愿 所以他们外表就变成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是怀音经的重点 念一下来 众生静 夜报静 我愿乃静 这跟对上菩萨一样的意思 这种永不退转的悲愿 所以所有众生现在马上脱离地狱道 恶鬼道各种不好的形象 都变成普贤菩萨的金刚身口意 比我们还庄严了 不动佛心咒希望他们消除贪嗔痴 乃是因为贪嗔痴所造的地狱恶鬼道 畜生道的各种痛苦 包括人类的痛苦都消除 可以往生念一下 妙喜净土 很多人跟我说 失误我不去极乐世界 去极乐世界不能结婚 也不能玩 我就去妙喜 我每次超多女人都叫我去妙喜 你会长得很漂亮 在妙喜净土就像在玉皇大帝的 黄金宫殿一样 你可以结婚可以生小孩 而且一点痛苦都没有 没有魔鬼 享受世间所有最快乐 而且你的脸会变最漂亮 每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长得不一样 所以说世间所有的快乐 所以也叫妙喜 献喜净土 这就是不动佛的愿 所以让众生这么快乐 从快乐里面去修菩提心 所以这个叫妙喜净土 所以我们帮他们念 所有众生 把我们自己都得到了现在的快乐 乃至将来妙喜净土的快乐 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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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愿所有六道轮回众生 包括世间的阿罗汉 通通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为真的空性的菩萨 也赶快上品上身去净土世界 所以大家这样来祈愿 我们天天都要皈依 好吧 天天要把自己的方向心态 一直在三宝去做事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要用佛法 记住这句话 想法你书读的越高越麻烦 想法太多 那就是一种对立的概念式的 不是真理的思维 所以学佛的人要用佛法的思想 来圆满世间的事情 你就不会痛苦 你离开佛法你就痛苦 佛法不会让你痛苦 佛法是甘露 但世间的对立想法 竞争会让你痛苦 所以愿大家一起来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在佛教 在佛教其实很强调就是我们 我们的愿望 还有一些的 就是我们人间的烦恼 就是我们烧金子给亡灵 是否会给我们佛教 想要脱离人间的宽恼 这件事情是否会有冲突 我们刚有提到 人类的欲望无穷 那我们烧金子给我们的祖先 就表示说 那我们的祖先 还是跟人类一样 依然有那个欲望 那这就是跟佛门佛教 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刚师傅也有提到嘛 就是我们应该要消灭欲望 那就是所以烧金子跟我们佛教里面的 佛法里面是不是冲突的 好 关于这个问题呢 佛教里面没有绝对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是转化的法门 转化 就像祖先觉得他没吃饱 佛教就用蒙山施食这个法门 甚至有一些人他有烧烟供 就是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 这也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 我给祖先食物啊 我给祖先烧很多啊 这是不究竟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呢 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透过蒙山施食 我透过做烟供 乃至于透过烧纸房子 烧纸钱 我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可以 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南传佛教的 学缅甸泰国佛教的 你可以修慈悲心 那如果你是修秘宗的佛教的 你可以念咒语念佛的真言 这都可以 那透过这样烧的仪式 我们是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 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佛陀的加持 举例来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不敢吃药 所以呢 那个医生就会把药 装在糖果 有没有 胶囊糖果里面 你看起来像糖果 但是药在里面 或是说我把药磨成粉 加一点糖 小朋友会觉得 我在吃糖粉 结果那里面有药 所以呢 精子 乃至于这些食物 乃至于这些香 这些拜拜的祭品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方便 佛教里面没有排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这些都是方便 我们透过烧精子 祖先很开心 然后跟他说 你要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贪心 你要离开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所以今天原来烧精子 我得到只有精子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又念佛 我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黄金 有无量无边的宝物 他就透过世间凡夫看到的这个精子 而看到了 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没有排斥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要转化它 烧精子 我要透过 我烧一张精子念一句阿弥陀佛 乃至于呢 我今天烧脂房子 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华颜经 华颜经里面讲的就是 你要如何用心善用其心 所以在华颜经里面讲 你看到草的时候 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 都像草一样越长越茂盛 同样的阿 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 我烧精子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极乐世界 好多钱阿 好多黄金 这都是欧弥陀佛的功德阿 我烧纸房子给祖先的时候 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 哎哟 欧弥陀佛的功德 有这么多清净庄严的楼阁阿 所以佛教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 我们要透过修行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 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乐世界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菩萨摩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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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